1992年的香港演艺界十分黑暗 刘嘉玲被绑拍裸照 李连杰经纪人被枪杀 加油习士遭抢底片 黑帮势力十分猖狂 面对这种情景 吴玉森想拍一部电影来伸张正义 于是蜡兽神探就这样诞生了 仔细看会发现 影片一开始轰轰烈烈的茶馆大战 却几乎没有什么台词 因为这场戏是临时加的 当时这座有百年历史的茶楼即将拆掉 吴玉森本来是想带着剧组的人过去喝茶 听到茶楼马上要拆 吴玉森临时决定在这拍戏 留下一些纪念画面 当时台词准备时间不够 吴玉森就让子弹来代替人物台词 这场戏一连拍了好几天 再加上剧组常常在夜间拍摄 于是附近的居民每天晚上都会给警察打电话 投诉剧组噪音扰民 但因为很多警察都是吴玉森的粉丝 于是就变成了剧组在里面拍戏 警察在外面稳住大爷大妈 此外电影中还有一些精彩镜头 也是临时加的 周润发开枪杀死匪徒时 鲜血溅在他的脸上 面粉的白和鲜红的血 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往脸上敷面粉 就是周润发跟导演提的 还有梁朝伟片中饰演一个卧底角色 在打死关海山和反派擦身而过时 梁朝伟强颜欢笑又眼含泪光 把游走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卧底 彻底掩火了 当时原定这场戏也是哭戏 但梁朝伟仔细揣摩角色后 认为笑比哭更能表现他复杂的情绪 就提出改剧本 吴玉森让他自由发挥 凭借这段表演 梁朝伟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但他觉得自己与周润发的戏份差不多 两人都是主角 为什么我会提名男配角的奖项 于是梁朝伟直接拒绝颁奖 当时女友刘嘉玲作为颁奖嘉宾 公开为男友名不平 凭什么都是主角 梁朝伟只能角逐男配角奖 而在此前 金像奖就拒绝颁奖的先例 因江师先生提名最佳男配角的许冠英 以同样理由拒绝过领奖 梁朝伟之后 金像奖组委会便对演员提名过程进行改革 由出品方和导演决定 谁是主角 配角 虽然吴宇森对这部电影投入了很多心血 但《蜡手神探》上映后 仅仅取得1900万票房 虽然票房并不理想 可这部作品仍是吴宇森 暴力美学的极大成之作 整部电影一共使用了200多支枪支 发射超过10万发空包弹 影片中的死亡人数有307人 在影史排名第8 甚至超过了星河战队 吴宇森之所以能耗资这么多 还是因为编剧《黄炳耀》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 黄炳耀因突发心脏病意外去世 没有了文系的支撑 吴宇森就把电影后半段全拍成枪战戏份 而其中医院的这场戏 吴宇森就耗费了38天 剧情更是长达45分钟 当时一场爆破戏 吴宇森亲自准备很多炸药 军火专家认为炸药太多 可能会炸回证监医院 但他不敢当面跟吴宇森说 就跑去跟监制提 最后炸药被减少至四分之一 而为了追求场景真实 吴宇森没有和周润发说 哪里有爆破点 所以周润发抱着婴儿往外充实 慌张的表情完全是他的真实反应 拍戏时周润发心里骂骂咧咧 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外跑 拍完了都还惊魂未定 这场枪战中还有一个著名的长镜头 周润发和梁超伟从三楼杀到四楼 共击毙30余人 这个运动镜头长达两分半 但实际上都是在三楼拍摄的 当时拍完三楼的戏份 电梯门关上后他们还停在原地 场公子在外面疯狂打扫布置 电梯门再次打开后 他们就到四楼了 电梯中还有一个厉害的角色 国追 他在里面饰演独眼龙疯狗 拳打周润发 脚踢梁超伟 十分讲究江湖道义 绝不伤及无辜 他还是武侠宗师张车的徒弟 相当于吴玉森的师弟 吴玉森还在电影中客串了一把 扮演对周润发灌输心灵鸡汤的退休警察 尽管每天拍枪战戏很紧张 他们已经吃过了 于是梁超伟打趣道 他们不吃他点的外卖 为了不辜负梁超伟 他们只好努力把东西吃完 此外 电影《无奸道》还致敬了辣手神探 两部电影中梁超伟都扮演卧底 辣手神探中 上司在天台给梁超伟一个打火机 无奸道中 上司走在天台给他一块手表 那首神探中 梁超伟在电梯口误杀警察同仁 无奸道中 他在电梯口被同仁误杀 说辣手神探是无奸道的前传 一点都不为过 当年吴宇森拍完这部电影 就去好莱坞发展了 这也是他指导的最后一部港片 这部电影播出距今已经32年 但现在看仍不过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把人踢白被古鸽仔砍 还被逼出去杀人 我连命都不要 就是想快点搞定案子 你现在来跟我玩玩 我这人不懂玩玩的